苏花冬奥岭摊坊 空军雷达战遥遇醉 位于苏花公路冬奥路段山顶 负责北台湾空房 有东台湾之眼称号的空军冬奥岭雷达战 应当地为林海银封面 底层不稳 近年来更因降雨量大 山坡不断崩塌 呈现岌岌可危的情况 2010年10月没击风灾后 雷达战东侧围墙下方土石不断摊坊 两年多来 坍塌的面积已扩增了数倍 连雷达战的围墙都已轻塌倒在陡峭的山坡上 近日雷达战下方苏花公路115公里 冬奥段又因大雨探方封闭抢修 雷达战安全问题再度引发讨论 苹果未了解该雷达战崩尾情形 近日多次进入苏花公路115.8公里 坍塌处排到不少画面 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空拍图中显示 位于海拔821公尺的冬奥岭雷达站 最外围的围墙与公式早已坍塌约200公尺 崩落的围墙还卡在半山腰 山头上的岩城土石整个裸露在外 随时都有再次崩塌的危机 专家指出台九线苏花公路冬奥段 硬坡度陡峭 岩城裂缝又多 长期风化下岩石强度早已弱化 只要大雨一来岩石就可能崩减 山顶的雷达战随时有崩塌危机 学者表示 新建冬奥岭雷达战时 军方已砍山头整平 现在必须快点解决回田土剩水问题 否则势必影响雷达战安全 空军司令部昨天则表示 目前已进行附件整治工程 今年起一连三年更会执行整治工程 避免崩塌范围扩大 联务局则表示 冬奥岭雷达战周边土地早已移交国防部 建议军方已赶紧做好随途保持工作 以避免雷达战倒塌 动新闻综合报导